今天网上有朋友问张大夫说 张大夫我是做了心脏支架有一年了 现在一年术后我想做复查 到底是应该复查灌卖造影 还是复查灌卖CTA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 好多心脏放了支架的朋友 都会面对术后复查的现实问题 实质上来说 现在随着我们社会的这种发展 灌心病病人多 好多人都需要术后复查 这样的话主要涉及到两个检查 一个是灌卖造影 一个是灌卖的CTA 到底如何选择张大夫自己在临床上的感受是 如果你做的支架部位比较粗比较直 比如说前降之近端 支架放的也不多 这个时候的确可以考虑做灌卖CTA 因为它无创了 而且病人少受罪 病发症少 但是对于一些像特别语取的血管部位放的支架 或者说血管的远端比较细放的支架 这个时候CT有的时候看不清楚 就可以考虑做灌卖造影 当然每个人具体到每个灌心病患者身上 都有具体的情况 我自己的建议是 你遵从你手术医生的建议 比如说谁给你做的手术 一年之后到底需不需要做这些影像学检查 一定要去听他的 希望大家今天看完这期视频 尤其是家里有心脏放完支架的朋友 能够有所收获 大家觉得好呢 可以转给他